請各位簡單再稍微複習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再教各位就是 其他還有幾個按鈕包含就是 新增一筆資料 就是你最後那筆資料如果你要新增過去的話 怎麼做 那當然 這個部分其實難度還頗高的 只是說我把你們需要知道的抓出來就好了 至於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的話 你們就可能自己要稍微去買 自己要study一些啦 比如說SS 我不可能跟你講SS很細節的地方 第二個是 ADO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把Excel東西寫入到 SS的話 需要有一個元件叫ADO 那ADO這個元件基本上坊間光ADO就是一本書了 可是我沒有要跟你們講一本書的內容 我是跟你講如果寫入了那個部分 的範本就好了 我做好了我告訴你這個範本你套用就好 那至於其他你要多知道請各位到那個 重新南路上面 的天龍書曲 就有那個原文書啦 厚厚這麼一本有同學真的去買回來回去看 看完之後他發現 還是放著好了 因為那個裡面真的 寫了一大堆 好 那我只是給你們講 你們可以 可以做到那個部分就好 至於你要去研究的話 也是可以去找ADO 另外第3個是那個SEQL SQL SEQL語言 這個又是一門學問 因為所有資料庫都支援SEQL語言 也就是你將來要跟資料庫要資料 寫資料 讀資料 等等的 都是用SEQL語言 所以 很多的那個資料庫的工程上每天做的就是下SEQL語言 指令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也不是要全部交割但是我要交割 你們需要知道那一段 那一段就是你可能 你說你出國好了 你到日本你可能什麼話都不會講 至少你會講 比如買東西好了 請問這個多少錢 你大概 需要知道那幾句話 我告訴各位 那至於你想知道更多請各位也是一樣到天龍書局看一下 有關SEQL方面的 SQL方面的書籍也是一大堆一螺框 但是這些都是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的知識 那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等一下先試 我等一下會給各位範本 然後呢 教各位 兩個重點 一個是 如何 寫入一筆資料 第二個是 如何把所有資料全部寫到資料庫 不是用複製貼上 是直接利用ADO元件加SEQL語法 寫入資料庫 這個部分當然也 又是一個專業了 但是我會 教各位的是你需要知道的部分 唷 大家資料庫 提供 開箱